對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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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一直在那邊說對不起 我是在練習道歉對不對 網友常說我亂講話 我不把對不起練得自然一點 我怕人家攻擊我 口服心不服 這個也要練習喔 這個當市長喔 真是不好當耶 對啦 怎麼樣 算了啦 我就不要問你 你是有問題要問我是不是 怎麼樣 就是那個 還是算了啦 不要再問 要問就問 像什麼男子漢 對不對 你問啊 好啦好啦好啦 就是我想問你 如果男人 遇到那個力不從心的時候 該怎麼辦 這個又沒有什麼問題對不對 男人年紀大了 難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以前當醫生 也有遇過病人來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是開個藥 叫他別擔心 叫他回去了 後來這個病人 回來跟我講說 他吃完這個藥之後 他每天來個三五次都沒有問題 那他老婆應該很滿意對吧 我也是這樣問他 他跟我說 他自從吃了這個藥之後 還沒有回答過 男人就是這樣 太強喔 就會搞怪 一點都不懂得自律 就跟我鄰居一樣 鄰居一樣 怎麼一樣 那個鄰居是這樣 那天我聽到隔壁 那個鄰居的女兒 跟他爸爸說 他說他 他喜歡住在對面那個的帥哥 結果他爸爸 就要他打消念頭跟他講說 那個帥哥 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 不能在一起 結果沒過幾天 他女兒又跟他爸爸說 他喜歡那個 那個帥哥 結果他爸爸又叫他打消念頭說 那個帥哥 也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 不能在一起 這個爸爸也太荒謬了吧 對不對 不是嘛 後來這個女兒 就哭著去找他媽媽 他媽媽就安慰他說 女兒 你不要哭 你喜歡嫁誰就嫁誰 因為你 也不是你爸爸親生的 這家庭的關係也太亂了吧 還是我家庭比較美滿 拜託 你家庭能夠有多美滿 我老婆也常誇我 孩子經常把家裡的東西弄壞 好在我的手巧擅長修理 沒兩三下就把東西修了 這個沒什麼嘛 對不對 我老婆也是經常這樣誇獎我 怎麼 你也會修理東西 不會 不過 還好只是修理 沒有太丟關係